音乐 随着高清视频技术的一个发展 我们实际同域体实验室 研发了自由视角拍摄系统 自由视角拍摄系统 主要运用在一些大型的赛事 比如说奥运会 统号会 也可以运用在一些教学 体育教学 比如基建 天盘球 到不及时就可以专业的印度查看 这边是我们华尾的利用红红的分布式文组件技术 来实现的这样一个分布式直播这样一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 有两部华尾的红红手机 然后呢在这边里面呢 可以看到我们一个直播画面里面 准备了两个媒体流 第一部媒体流呢 是我们这些手机的全是这样子 第二个媒体流呢 是我们这种技术级的透露画像头 在整个这样一个超过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速度的手机 来控制我们异端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技术呢 能够给可以低成本呢 来组建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系统 第一站今天带来呢 是一个S11直播期间 为惨匠人士 推出了一个将来直播进行 就是在讲解直播的过程中呢 把这个讲解的画语 直接转换成文字 在这个直播间的中间直线 在这个直播间的中间直线 在撤撤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没有手语网试进行一个翻译 所以方便了我们 然后轻匠人士 对赛事直播的一个观看 也请现了B站的一个人 和光怀和温慈 什么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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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